夏天是否真的太熱狂爽痘痘什麼都不敢擦嗎 不管你今天是燜豆油皮還是粉絲黑頭 今天介紹這幾款精華也許可以幫你解決到你的問題喔 今天首選的幾款精華會從 香味、清爽度、延展性還有膚感的舒適度 做為以下一些評比的內容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內容的話 記得先訂閱我的頻道 追蹤我的IG還有臉書的粉絲頁 那我們開始今天的內容吧 HELLO,我是秀才 歡迎回來我的頻道 那今天呢 我們要介紹的是來自日本資生堂集團的 CPB 精粹光彩激光精露 這一款呢很多人就叫鑽光精華 那其實我自己用它也用了很久 大概差不多用了五、六瓶了 它是比較清爽的一個質地 它的容量的話呢 30Mb的價格是5400 50Mb的話是8500 那其實如果可以的話 會建議大家我的經驗 買大容量會比較划算一點 就是每天再用的話 其實差不多兩到三個月 你會用完50Mb的一瓶 擦起來它是這種透明的顏色 給大家看一下 沒有什麼太多的味道 然後聞起來它的酒精味也是微微的 不會太重 好,那你直接把它抹開來呢 你會發現它是透明的質地 看起來很像是膠狀的 可是它抹開來是完全化為水的感覺 所以抹開來的話呢 你會發現你皮膚有點水亮水亮的效果 有沒有看到 這邊是沒有擦的 比較起來這邊 就比較水亮一點的感覺 每一家的精華 都有它的一些核心成分跟一些作用 在CPP的一個 蒜光精華裡面呢 它最主要的核心成分就是 光彩智能複合物 它擦完了之後 它可以讓你肌膚回復到 新生兒該有的原樣 如果你的皮膚是屬於那種 像我是混合性的偏油的肌膚 會長一點痘痘會出油的話 那你更適合用它 因為它擦完它 會幫你修復痘痘的狀況 那裡面有保濕的成分 它有加三種珍稀的藻類 可以幫你的肌膚達到保濕啊 抗敏 抑制敏感的一個效果 我自己在用了這麼多瓶之後呢 我覺得它擦起來是非常的舒服 它的膚感也非常的清爽 然後也不會油膩 最主要是擦完之後 在臉上也不會黏黏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是夏天的時候 大家首選精華液非常重要 不要有那種黏膩感啊 不舒服的感覺 如果是油痘肌啊 痘痘的朋友 混合肌膚都可以去試試看它 裡面有一個2.15倍的滲透技術 它可以幫你加強皮膚的滲透力 那如果皮膚比較乾呢 或是滲透力比較不好的 吸收力比較不好 你可以把它當作 潛倒精華來使用 我覺得也是一個滿不錯的選擇 那再來的話是第二個 一樣來自日本代科的小子瓶 它又叫超圍倒全能修復精粹 30ml是2150 50ml是3200 75ml是4300 那其實我覺得它們加CP值級滿高的 因為它也出了很多代 從1992年然後一直到今天已經31年的時間了 我覺得它跟上一代最大的差別 它的顏色也有點不一樣 我覺得它的濃度更高了 代科以滲透技術為名 如果你用到代科的產品的話 其實它最厲害的不是說它的成分或什麼 最厲害的就是它裡面有一個叫 Lipsum的滲透技術 超圍倒美肌金球 它有點像一個圓圓的球 然後你把它想像成一個小小的洋蔥一樣 有幾兆顆的金球在裡面 然後它是一個乳白色的顏色 進入到你的皮膚底層的時候 它是會緩緩的釋放 有表層液緩緩的釋放到你皮膚的肌底層 然後讓裡面每一層都含有美容液的一個效果 它會有淡淡的代科加調香的味道 它也不太黏 推開也是這種水水的感覺 我覺得其實它比上一代更加進步 它的滲透更快了 我在試這一代其實我有點怕怕你知道嗎 因為上一代我在擦的時候 偶爾會出現有一點長痘痘的狀況 可是這一代呢它其實擦起來也是潤的 我擦完完全沒有長痘痘 不會讓你的皮膚感覺就是油或黏的感覺 非常適合當那種前導的精華來擦 有時候換季皮膚比較敏感的時候 我就會擦它 因為它可以增加我皮膚的一個保護力 屏障修護的效果 像有時候有一些紅血絲啊 或換季敏感的時候你擦它 它反而會幫你增加免疫 降低敏感 因為皮膚的滋潤度也有增加 而且持續性的保濕的效果也非常好 而它的香味呢 會比剛剛CPB來的稍微有味道一點點 然後清爽度我覺得其實擦起來也不會黏 也蠻清爽 我覺得比上一代真的有更加分的效果 延展性也非常好 不會推到一半卡卡的 或是推到一半覺得黏黏的 它推開也是比較那種水狀的感覺 你的皮膚的膚感也很好 擦完也不會有長痘痘的一個狀況 我覺得今天推薦的幾款都非常適合 痘痘性的肌膚 油性的肌膚來使用 再接下來呢 是來自韓國的這一個 雪花秀 這一個呢 是雪花秀裡面的 第六代的潤燥精華 就是他們非常有名的明星精華 雪花秀呢 它的成分都經由人生的一個研究 然後所以它裡面會有 很多是人生的一個成分 那其實它第六代的話呢 味道就不是到那麼重 容量個別有60ml 2880 90ml 3880的價格 潤燥精華其實從 1977年到現在已經 26年喔 所以其實雪花秀對人生 進行了超過半個世紀的研究 所以其實很多人會害怕 人生的味道的話 其實你不妨可以試試看這一款 潤燥精華 因為這真的是他們家 非常非常有名的明星商品 雪花秀裡面呢 獨特的一個成分 瞬效激活複合因子 結合五大的一個珍稀的天然食物 然後加上 一定要加人生對不對 才可以幫你增加你肌膚的修復效果 可以幫你增加肌膚的免疫力 那雪花秀這一次呢 吸手麻省理工學院去研發的 eSkin的一個技術 所以它擦起來的話呢 你會覺得皮膚 非常的水潤而且很好洗手 它其實按起來有點像膠狀的感覺 然後其實它也是這種水感 擠出來有點咖啡色 它其實聞起來 真的聞不出人生的味道 其實我不怕啦 因為很多人其實怕擦起來 會有人生的味道 潤燥精華最主要也是強調就是 它可以當作是前導精華來使用 你會發現當前導精華來使用的精華液呢 其實最主要它都不黏 而且不油 然後非常非常好吸收 那這一款的質地呢 會比前面兩款再更水一點 就是它沒有那麼濃稠 會再稀一點點 那如果你皮膚是真的比較容易出油的朋友 你就可以用它 那如果比較乾的朋友呢 我建議你後面還要擦一般正常的精華 你可以把它當前導精華來使用 前面那兩款可以不用 直接擦完直接上滷就好了 那這一款的話 因為我覺得它擦完 皮膚稍微比較偏乾一點 你也可以說是清爽啦 可是我覺得它非常好吸收 而且完全不黏 然後它擦起來皮膚的質感是這樣的 包裝的部分它採用的是環保可持續性的包裝 所以它是用玻璃瓶 現在其實很多品牌會使用環保的一個包裝 然後它是輕量化的玻璃容器 可以讓你回收再利用 所以其實它94%都是使用天然的植物的配方 它味道也非常的清新的感覺 味道不是那種很濃郁的香味 它是非常自然的植物性的香味 延展性的話呢 它介於中間 因為它到後面的話 它其實很快就吸收 如果你要用的話 我會建議用量要比較多一點 大概壓個3到4下 全點的用量 好那肌膚的舒適度的話 我覺得它擦起來也是適中 不會讓你的膚感感覺到 太過於油膩 可是如果你皮膚特乾的朋友呢 其實記得後面加個精華 因為它擦完的話 可能稍微皮膚乾的朋友 會覺得比較乾一點 大家都可以去試試看這一款 明星的潤燥精華 好那夏天的話呢 其實很多人不只做保濕 因為我前面三款都是介紹 比較偏保濕的一個精華 那後面的話呢 其實夏季還有很多人重視 比如說像美白啊 想要皮膚更亮白一點 解決黑色素的困擾 或者是避免黑色素的生成 那這邊的話呢 我就會建議大家可以使用看看這個 來自科學實驗室的力量 兩線B 超激光雲鏡蛋斑精華 那它其實比較多人在用 是因為它裡面有一個專利 就是CL302 所以很多人又叫它302精華 那它裡面的話 就是有一個激光C的亮白因子 所以其實黑色素在生成的過程之中 你要避免它生成斑點的狀況呢 其實你就可以利用像這個302的精華呢 可以阻斷黑色素的一個生成 可以讓你的肌膚達到 鏡頭白亮的一個效果 那我們來試試看它吧 它呢 壓出來 它也是透明的 美白精華很多都是做這種 稍微有點膠狀 然後會黏黏的感覺 我們把它輕輕的推開 它其實延展性蠻好的耶 那很多人在擦美白的產品 你都會怕很乾 那其實這一款呢 我自己在擦 我會比較建議就是 混合性的肌膚 或是混油皮的肌膚 如果你會長痘痘的肌膚 你可以用它 它還可以幫你淡化淺層的一些痘疤 那我看到很多人用的分享 是因為我自己比較 其實比較少用美白 因為我自己比較重視的是保濕的部分 如果你比較在意斑點的朋友 其實你可以用它 它的香味不是太重 好在它清爽度 我覺得其實擦起來不會黏很重要 因為對於大油皮的朋友 或是混油皮的朋友 清爽很重要 擦完之後 皮膚的舒適度 皮膚的膚感 也覺得非常舒服 不會擦完之後 會有那種黏黏的感覺 或者是像 如果乾皮的朋友去擦的話 你會覺得太乾 我覺得還OK 除非你是急乾的朋友 那就建議你擦完它 你還要擦一層霜 接下來的話呢 來到法國的 Cicely 這一個品牌 水灿鑽白濃縮精華 那這款精華呢 打開給大家看 它其實平常在使用的話 它只有20ml的一個容量 我本來一開始看 我以為是1150 我想說怎麼這麼便宜 結果20ml是11500塊 好不好 再往上看啊 很多人回購的是這一瓶 那基本上很多人在說 第一個它香味非常的舒服 好像都是植物性的香調 舒緩你的身心裡 皮膚放鬆的狀況之下的話 皮膚沒有那麼緊張 也會減少你的黑色素的產生 裡面還有一個 埃及藏青果的一個萃取 比較有趣的是 它仿效的是一個掌心亮白的現象 這個是由日本的科學家所提出的 手掌心跟腳掌心啊 的差異就在於說 裡面有一個DKK1的一個蛋白 所以你會發現這兩個地方 是完全不容易有黑色素沉澱或變黑的 很多人像亞洲人黃皮膚的話 或是黑人 你會發現哪邊特別白 除了牙齒之外 就是手掌心跟腳掌心一定是白的 它比較偏向是密集濃縮的 去幫你做一個美白 再來的話你鑽白的複合物 可以精準的對你的斑點做蛋化 然後維他蜜E還有墨藥醇 因為有的人皮膚比較敏感 它可以幫你舒緩你的肌膚 避免肌膚因為用美白產品太過刺激 我覺得他們很好都是用植物性的美白的配方 它的味道就是很放鬆的感覺 宛如天堂的香味 哈哈哈哈哈哈 天堂唯一擦的所有裡面 這一款是最濃稠的 它是偏乳狀的 然後它抹開是這樣子 我覺得它延展性也很好耶 而且它不會黏黏的喔 很多精華乳抹完是那種黏黏的感覺 我覺得它完全不會 這樣子 很水的感覺 我覺得它的味道是我今天幾款裡面我最喜歡 我會給它的香味打到最高分 它清爽度我覺得也是很好 延展性也非常非常好 沒有話說 然後擦完之後的膚感 它即使這樣擦 其實我覺得它的量不用這麼多 小臉的人壓一下 臉大的人壓兩下 其實就可以擦到整個臉 它的延展性舒適度非常好 你看我按摩那麼久 它其實皮膚上還是濕潤的 有鎖水的那種感覺 有保濕的感覺 非常非常潤 給大家看一下皮膚的潤澤度 它味道我真的太愛了 如果你本身是喜歡植物性調香 還比較害怕 美白成分會比較容易敏感的朋友 如果你不敢用太多酸類成分 那你可以用看他們家的這一款 美白精華 以上呢 是我精選的幾款夏季適合擦的精華 那不管你今天是有痘痘的人 或是你容易有長痘疤的人 都可以來使用它 或者是你有其他的皮膚困擾的話 你也可以在下方留言給我喔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個like 讓你的算法 可以把這部影片分享給更多需要的人 還沒訂閱你 記得趕快按下訂閱 我們下集秀才秀潤再見 掰掰